大家好,本次视频主要是分享各类国产金属粉和漆结合的一个效果 因为很多金属粉跟漆结合后是会有反应的 要不是变黑就是变成其他颜色 而纯金粉是最好的 是不论多久都不会变色的金属粉 但缺点就是比较昂贵 所以这期视频主要介绍的是国产铜粉和国产的纯银粉 以及仿金粉的评测 视频里一共选用了18种粉 根据木树的不同所呈现的效果也有一定差异 首先是在技法板上分出四格 按照丸粉类以及粗中细粉类这样的一个分类标准进行区分整理 除了纯金粉和纯银粉都是底色式透明漆以外 其他的粉都是在技法板上 先刷上珠红色漆然后撒粉的 每一种粉在撒粉之前都在显微镜下放大过500倍和1000倍 看粉的一个状态 像临近的木树被放大后 还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同的 接下来先给大家分别展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丸形铜粉还有条状铜粉放大后光子感完全不同 很期待之后打磨完成的样子 在所有的粉都撒好后做固粉的操作 这里分为了两组 一组是300目以上的比较细腻的粉类 只用稀释过的生漆固了一次 其他的有明显粗颗粒的粉类 都是固了两次 第二次是用透明器固的 在固粉结束后就是打磨的步骤 我用的是600目的砂纸 最终铜碗粉打磨出来效果很惊讶 像离子地 但是又不是那种不均匀的形状 而是星星点点的圆形的离子地 如果放到很大的话 也像鲨鱼皮 直接都可以拿来研磨山葵了 而纯银粉很细腻 看不出来是多少木 感觉应该是2000左右吧 做完后还有银薄的质感 不过这里必须要透明器刷得很薄很薄 或者直接擦一层透明器就行 不然如果刷得过厚表面不平整 在撒上银粉之后 不平整就会更明显了 而视频中选择的这个仿金粉的颜色 质感特别像真的金 我用这个粉也做了一些杯子的装饰 也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粉呢 推荐用于做变涂 或者是吸皮漆之类的装饰 不过不建议用于做金扇 剩下的比较细腻的铜粉 颜色都偏哑光一些 感觉更适合做一些仿骨的金属效果 质感也会很不错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